李嘉诚是华人世界中最顶级的企业家,他的眼光无疑是历史级别,李嘉诚有着无数成功的投资,比如说李嘉诚当年收购的赫斯基能源,当时花了30多亿港币,如今仅仅分红就拿回了800多亿港币,另外赫斯基的股权还价值2000多亿。 这笔投资也被预为李嘉诚一生最成功的投资,除了赫斯基能源外,李嘉诚投资的香港电灯公司,Facebook等公司,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 在地产方面,李嘉诚当年在北京拿下的东方广场项目,如今每年仅仅租金就能带回十几亿现金。 东方广场这个项目也成为了李嘉诚,在内地最成功的地产项目,李嘉诚能有目前的成功,得益于他在多年之前,就在内地囤积的大量土地。 这些土地经过了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发展,如今价值连城,其实除了北京的东方广场,李嘉诚在内地还有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项目,那就是在重庆囤积的2500亩土地。 这块地位于重庆南二十阳家山,是一个综合的商铺地块。 2007年,李嘉诚以25亿左右的价格买下了这块土地,地面的价格仅仅700多元一平方米。 当时李嘉诚计划投入了120亿人,建设一个集中商业、住宅、绿化、一体的项目。 不过之后这个投资并没有真正落实,虽然这个土地协制了十年。 但是十年来地价已经飞长,如今这块土地的旁边的房价已经飞涨了十倍,一平米再近万元。 按照这个计算的话,这块土地价值已经达到了数百亿元。 李嘉诚仅仅仅这块土地的资产就价值数百亿了,李嘉诚的这个投资也增值了十几倍。 其实李嘉诚这几年在内地卖掉了不少的地产项目,还曾经引起了飞翼。 不完全统计,李嘉诚这几年卖掉的内地地产项目,总价值就达到了一千四百多亿元。 其实许多人不知道,李嘉诚在重庆的这两间五百亩土地,也一直打算出售。 去年年初,李嘉诚就一直在积极寻找买主,可惜是一直找到这个价值几百亿的土地,李嘉诚仅仅标价一半,也就是二百亿。 不过至今这块土地也还没卖出,这说明了一个问题,就是内地的地产项目,其实已经有家无事了。 这也说明了为何李嘉诚,郑玉彤在内的香港大陆,纷纷在内地套现走人的原因。 这些香港大老见证了香港地产的几次大起大落,他们非常懂得高卖地卖的道理。 当年李嘉诚,郑玉彤,李肇基,也是靠着这个起家的。 这几年李嘉诚在内地卖掉了一千多亿的资产,郑玉彤家族也卖掉了二百多亿的资产,另外像罗康瑞等香港富豪,也纷纷在内地走人。 李嘉诚其实趁着现在内地价格非常高的时候,卖掉一些费和新资产,套现一些资金,然后再去抄底欧洲等市场。 关键的就是现在已经有一些资产卖不掉了,说明市场其实已经很危险了。 不过李嘉诚也非常聪明,他卖掉的资产都不是一些真正的核心资产。 现东方广场这样的下半金鸡,他是不会轻易出售了。 其实李嘉诚也早就把东方广场资本化,并且在香港上市了,目前东方广场价值就超过了二百亿元。 其实目前看来,内地的房地产市场还是有一些空间。 不过李嘉诚的理论就是不去赚最后一个铜板,与其等到最后卖不住的跑路,不如在市场最火热的时候退出市场。 这也是李嘉诚的商业聚会。 另外这些项目大部分都是李嘉诚十几年,甚至二十年前拿的。 即使现在卖,李嘉诚也已经赚了盆满波门。 比如说李嘉诚在上海卖掉了上海世纪。 这个项目李嘉诚已经赚到了一百一十亿的利润。 作为上海唯一一个四条地铁交汇的商业广场,是所有地产大王追求的皇天望地。 正因为这样如今李嘉诚才趁机套现走人。 如今李嘉诚拿着大把的钞票,去欧洲跟澳洲追逐更大的投资机会。 李泽诚刚上来,就已经花掉了上千亿的资金,包括了花了七百亿在澳洲收购的能源公司。 其实如果未来内地地产出现滑波,那么李嘉诚家族一定是第一个回来潮底的。 这就是李嘉诚几十年来的商业智慧,也是他能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。 李嘉诚十年前花二十五亿买两千五百亩的,机价值数百亿,可西班家也卖不出。 从重庆这个项目来看,不得不佩服李嘉诚眼光,因为他在几年前就开始布局套现走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